主料,牛柳300克,豆瓣酱100克,辣椒酱20克,黄豆50克,辅量,油,盐,白砂糖,姜,水淀粉,面粉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牛柳做切成条,再改道切成粒,牛肉粒加水淀粉抓匀,表面连食用油腌制20分钟, 豆瓣酱100克,辣椒酱20克,清水少许混合待用,胡萝卜洗净切片用饼干模具压成花,黄豆,胡萝卜花一次入被水锅中焯熟,捞出沥水,面粉中加少许盐,缓缓倒入适量清水,揉成光滑热硬的面团,放入冰箱冷藏室,静置20分钟待用,面团取出后感成长条薄片,切成菱形小面片, 小面片短角边在竹帘上依捏成螺旋状,做成若干细条螺旋面,锅中油烧的七成热,入烟好的牛肉粒滑至六七分熟,盛出,锅置火上油烧热,下入烟末爆香,倒入混合的酱料搅匀,倒入超熟的黄豆,滑油的牛肉粒发炒,翻炒至酱汁出红油,加白砂糖调成酸甜适中,继续翻炒, 直至浓稠即可,锅中水烧沸,放入螺旋面搅散后煮至断生,捞出过冷水盛在碗内,马上胡萝卜,豌豆,加牛肉肉酱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牛肉粒加水淀粉抓鱼后表面临时用油烟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,别忘了按赞哦!